各位茶友好,我是玉秀哥茶餐的老王 今天咱们来跟大家聊聊盐茶 咱们今天来聊几个盐茶里的硬核的话题 老王也有一些自己的心理话 想跟大家聊聊盐茶 首先第一个咱们就聊一个茶友经常问老王的话题 就是老王这个盐茶能不能通过这个叶底来判断是否是正盐茶 是否是正盐茶 这个问题老王可以直截了当的跟各位茶友说 这个是做不到的 无论是你干茶叶底还是说你泡完之后的叶底 你通过叶底来判断最多只能看到 就是这个茶的制作工艺怎么样 至于是不是正盐茶 不太可能通过叶底来看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通过叶底就能判断这款茶是正盐茶 或者不是正盐茶 这个就有点不可信了 这个有点不可信了 那么第二个问题 其实有很多茶友也经常的跟老王发信息或者是交流 如何判断一个盐茶的好坏呢 其实老王想了一下 一个好的盐茶 标准有很多 有很多种办法 可能大家在网上也能看到各种 包括老王之前也聊过 你如何通过一些点来判断盐茶的品质的好 可能说起来会比较复杂一些 那今天老王想反过来说 可以给各位茶友分享一下 就是一个盐茶如果它不好 它有哪些这个通病啊 一般你碰到这几种情况呢 你就要警惕了 有可能这个盐茶不太好 首先第一个 就是这个盐茶的茶汤 你一喝 有股焦糊的味道 这个盐茶就有可能有问题 因为之前老王也经常说 这个病火茶 病火茶 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大家来说 不太好理解 但是焦糊的味道 大家就比较好理解了 盐茶呢 实际上通过碳杯 特殊工艺 也通过碳杯 是会有火的这种处理之后 可能有个人会说 它是有这种碳香味的 但是它不应该是焦糊的味道 所以如果你喝到焦糊味 那就说明这个盐茶 很有可能有问题了 第二个呢 就是你在盐茶当中喝到酸味 一个好的盐茶 或者说一个盐茶的正常工艺的情况下 它是不应该有酸味的 那么这个如果它是有人跟你说这个叫五益酸 那你基本上就要小心了 这有可能是在忽悠你 所以盐茶是不应该有酸味 至于色味呢 这个要看情况 有的时候呢 有些比如像一些这个肉桂 它可能会让你感觉类似的这种口腔像色的感觉 但是它很快就化掉这其实跟铺子茶是一样的 但如果是明显的色越喝越色 而且还是干色 就是喝完之后你甚至觉得口渴的那种色 那也是不对的 所以酸味是一定不能有的 色味是要看情况的 但是呢 那最好是酸色都没有的啊 如果你碰到有酸色就要小心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出汤的这个这个汤茶汤 要清澈 那这一点为什么在第三点来说呢 因为实际上这个茶汤浑浊这个事啊 大部分情况下这个茶工艺是有问题的 但是也有个别情况就不是茶不好 所以老王在第三点说这个 但是对于初学的茶友 或者是你刚入门 你碰到茶汤浑浊 你就要小心 茶汤浑浊是这样的 如果好几泡茶汤都很浑浊 那这茶一定是有问题的 但个别的茶 比如说像有一些水仙啊 它树林比较老 它可能在第一泡 第一泡第二泡都略微有点看起来像浑浊 这不代表这个茶工艺是有问题的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都不应该是浑浊的 汤都应该是透亮的啊 那这里面如果有一些茶渣这不算啊 主要说的浑浊是指这个浑了 这个汤不透了啊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有茶友也是经常在一起讨论 老王也听很多的 喜欢喝盐茶的朋友也在说的 就是这个清火中火祖火啊 他这个这概念怎么理解 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为什么会有这种清中重的这么区分 首先第一呢 从老王的感觉来说啊 其实呢 我们所谓的清火中火和祖火 这三个呢 他应该是跟这个盐茶在 备火工艺当中的温度 时长次数 他们都有关系 并不单独是指温度高啊 不是说温度高就是 这个祖火啊 温度低就是清火 当然反过来说 有的有的情况 为什么不用这么说呢 虽然说温度高有可能 很大概率是祖火啊 或者说是高火 他们叫 那为什么不这么说呢 其实如果了解这个 盐茶碳背的工艺 大家应该都明白 真正盐茶的碳背的工程当中 温度不可能是一致不变的 它既需要有高温啊 把它这个杂的味道吐出去 我们所谓的高温冲香 也需要慢炖啊 也需要低温慢炖 它是一个结合变化的过程 这样才能做出我们喜欢的这个盐茶工艺 所以实际上盐茶 在整个的备火的过程当中的这种变化呀 和需要的工艺还是相当考究的啊 所以其实大家喝过这种手工碳背的和机器背的就会有明显的感觉他们差别啊 那在这里头呢 其实老王想说的就是说 我们其实每个人的口味啊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并不能说啊 喜欢这个青火的 那就是小白茶友 喜欢足火的 就是老查克 这个不是这么区分的 虽然说很多查克 那口味越喝越重 但不代表重口味都是老查克啊 因为老王身边包括老王在内也都是喝了很多年的盐茶 最终还是喜欢中火的啊 尤其是三轮火之后就喜欢中火的 呃 过重的火味呢 其实老王并不是特别的推崇啊 当然这个是每个人呃 的自己喜好 所以你喜不喜欢 就是最重要的了 啊 这跟呃 就是好坏优劣 没有关系 没有所谓的鄙视链 最后一个老王想说 就是有一些茶友呢 他就发现 啊 在这个茶叶店里 他可能喝的一些茶呀 啊 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水味啊 杂味啊 这个带着自己回去泡 就发现这个 那有一些杂味会出来 有可能会 有可能这些茶友就是遇到了一些反清的茶 或者是工艺有问题的茶 那为什么会出这种情况呢 实际上老王想说的这个事呢 一个是让大家注意 就是呃 如果说你在外面试喝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呃 对方做杯 但同时有的时候需要他快进快出 因为快进快出 其实有的时候是更容易体现出他这个茶的吸出物怎么样 当然做杯是我们看到他有没有什么杂味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老王也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呢 大家在家里喝盐茶 虽然我们投茶量很大 虽然我们也说是几秒钟出汤 但是老王其实觉得大家可以不那么着急的出汤 尤其是工艺好的呃 原料好的盐茶 其实他是不怕你啊 多啊 坐一会儿 比如多个十几秒钟出汤 他的滋味感会更浓郁一些 而且他的香气会更好啊 即使你在家里存的茶略微有一点反清 你通过这种方式喝 其实也可以盖掉他的一些水味和一些杂味 当然这只是一个修补的过程了 这个是一个大家聊的一个小小的技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